本期内容主要是围绕 有关于国拼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而展开讨论的 想必不少对国拼赛事运动保持着关注的球迷粉丝都能够得知 此次球星挑战赛单打项目的最后赛事对局结果已经出来了 比较让大家感到意外的 便是在女单项目中 孙颖莎与陈梦所展开的最后赛事比拼 根据官方的赛程信息来看 此次比赛孙颖莎险些落败 好在最后终于找回状态 以4-3的战绩显胜 这毕竟是由国拼女队当中 两位主力球员所展开的对局 所以说还是有不少球迷粉丝进行着关注的 与此同时 此次的赛事成绩还会决定 能否有参赛之后的巴黎奥运会赛事 因此孙颖莎与陈梦对于此次赛事也相当重视 从比赛过程中就能够发现 作为主力球员的二人火不起眼比拼得极其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 陈梦的参赛年龄毕竟要比孙颖莎大很多 所以说每一次的参赛机会都来之不易 势必要珍惜 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 可以发现 他在比赛刚开始不久后 便展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对抗能力 然而前两局进展的确是比较顺利 不过当赛事来到第三局后 却被孙颖莎实现了反超 尽管这时的陈梦终于意识到了孙颖莎的奋起直追 但也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最后看他拿下一分便输掉了比赛 或许是由于前两局的孙颖莎表现与发挥 实在是称不上优秀 因此在比赛结束过后 有不少球迷粉丝都纷纷疑惑 孙颖莎为何能够在第三局比赛时 突然实现逆袭 这时就有媒体人找到了 此前为陈梦对战王曼玉这场赛事 对局解说的邓亚平 当时的发言 依据邓亚平所言 内战赛事比的并非实力和技巧 反而是参赛球员心态 只有谁能够在关键时刻稳定状态如常发挥 那么谁就是最后的获胜方 如此看来 陈梦在内战心态方面 或许的确是比不上孙颖莎 亦或是曾经的王曼玉 过不了自己心中的难关 这才在已经领先后 却又输掉比赛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